來 再來是我們下一輪的對局 看到場上的是Bwipo對上Fofo Bwipo Fofo繼續使用刀妹 Bwipo的征服者獅子狗 對 Fofo這個 理論上來說的話 獅子狗跳一套技能全部放完 征服者也就滿了 所以理論上是這樣 感覺還是滿強的 因為這個地形裡面 就哪怕到最後縮圈的時候 這兩片草叢也都是獅子狗 可以操作的空間 都可以利用 所以他兩邊也都是選擇屏障加點燃的一個打法 雙方都不要閃現 這種護鋼一波嗎 這感覺前幾有可能他打得挺激烈的 獅子狗進草了 但是比翼雙刃 拉到了 空中跳手被拉到 直接被Q兩下 獅子狗有點尷尬 跳了一個小兵拉開 以後立刻Bwipo 回身再跳補一刀 但是Fofo也跟著Q一個小兵拉近距離 但是目前的雙方瘋狂換血 還是由Bwipo戰比較大的上風 Bwipo第一波換血的時候 他是用了一個五星的W 然後他回了很多血 對的 他第一波護兵這邊沒什麼掉血 他現在的血 基本上是小兵A的 然後他這邊就 四點的怒氣之後呢 他就維持住四點怒氣 並且不要拖戰 來給Fofo壓制 打得非常漂亮 Fofo現在已經不敢靠近 草叢的那塊區域了 對的 就現在進區 Bwipo在裡面給你畫了三八線 暫時過不來 我覺得 觀看所有賽 能不能讓大家體驗到一個事實 就是單挑其實是一件非常殘酷的事情 就是 你單挑一旦被壓制 其實你幾乎是別無選擇 只能縮回塔項 因為你正常打的時候大家有隊友 我還可以叫大家過來幫一幫 但現在沒有人能幫你 Wipo已經開始 嘲諷一波 壓制模式 而且這個草的位置確實 至少呢 你還吃得到這個波 但是就被A了一下點燃上來了 兩個人都是有隊友點燃的 但是 Bofo多A了這麼一兩下成功了 Wipo不小心啊 腳下一個B雙刃 對 Wipo就是為了去吃一下那個雪服 你不吃的話就太虧了 但是 因為是Fofo主動點的那個雪包 所以他其實已經預計到你走進來蹭這個雪的位置 非常難受 你必然要從那過來 Fofo回家是直接補了個重傷 他跟他上一局的打法好像是類似 雙多籃加重傷 畢竟這個全都是一些征服者嘛 對吧 那征服者到最後對A的時候 這個就是回血就是關鍵的 哦大招被躲掉了 Wipo操作得很好 他這個即時的跳小兵拉開了 但是沒有大招的刀妹仍然是有征服者 而且他有重傷效果 換句話說如果你跟他一樣滿層征服者對A的話 你的治療會被壓制啊 對 刀妹仍然的話倒是 籃量並不是特別充足了 對的籃量不是很夠啊 哇獅子狗的一個三連跳 雙眼 血包之後的一個對拼 這一波Fofo要Q小兵逃跑 背頭沒有第二個小兵 而且他選擇拉離草叢的位置 讓Wipo失去追擊的立足點 嗯 不靠近草叢的話 Bipo這邊也沒有閃現 是追不到的 但是Wipo這個獅子狗的熟練度 可以說看得出來是突破了天際 對 他之前 基本上算是本命英雄吧 對 會去使用 而我的獅子狗是真的有一手的 小木錘掏出來 他這個小木錘一方面要和黑切 然後一方面就是他現在草叢 然後落地那A下那個加速 很重要 他可以維持那個加速的話 他可以跨越 相對來說遠一點點的距離 然後去A到到美 到美這邊反而是回家 直接補了個腰帶 這個腰帶很有意思 腰帶相對來說的話 在這個對拼裡面是 稍微壓制了點燃 這個東西產生本身的作用 380的血量還是比較靠譜的 對的 哇又被鼻翼雙刃暈到 而且勝負者被率先點吧 而且點燃已經下來了 這一下Bipo一定要往後撤掉 進入到小拼的範圍內 但是這個被壓 重傷還蠻嚴重的 不過極限狀態下Bipo給出點燃 勸退了Fofo讓他沒有進行追擊 Fofo大招要好了 但是Fofo的血量已經慢慢補起來了 對手去長拼的話就沒必要了 這輪大家是打了很多波 但是Fofo目前是暫時有些領先的開啟大招來趕路了 Fofo能夠拉掉嗎 這個對自己的回城八秒是相當的有信心的樣子 感覺Bipo確實是跳到了 Fofo 臉上一直能拉高 躲了比雙刀成功單殺 哇 Bipo的細節啊 因為前面一波對拼的時候 單對單 雙方各死了一次 所以這一波Fofo貪了回城的時機 導致第二個人頭給到Bipo 我剛才在想說 上一次怎麼就結束 是第二次 對 我開始還以為他這個距離會不會趕不到 對 但是剛剛好 我覺得勉勉強強就是再玩半秒就不行了 但是Fofo真的彈 因為他第一時間 Bipo開大的時候 他第一時間往後全速撤離的話 應該就不會被跳到 這一波 關鍵是這一波是互殺 所以第二個人頭很關鍵 是的 這場就是打得很精彩 對的 第二波這個路感的很及時啊 Bipo狂點地圖 狂點地圖我看見你的 跑快跑快 最後一秒 漂亮 趕上了 而且他自己去把那個鼻翼双頭躲掉了 對的 哈哈哈哈 贏得很開心 他的笑聲好像跟那個獅子狗裡面的那個 哈哈哈哈 配音還蠻像的 有一點有一點